好继续再看到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为了要了解农民地方的需求 对于灌溉沟渠的建设进行意见上的交流 那么希望透过县议员以及地方村长的座谈 能够了解到农田水利署在地方灌溉沟渠建设上的需求 农民对于农田水利署在地方建设灌溉沟渠的规划是相当重视 为了了解收封地区农民在灌溉沟渠的使用 以及水源供应的需求上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长近日是拜会了县议员张怀文 对于灌溉沟渠未来的建设进行意见的交流 来到寿风乡来拜会张怀文议员 最主要是我担任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的处长的职务 也针对农民的服务需求来拜会张议员 因为张议员在地方上的服务 也受到民众的肯定 以及张议员对地方的了解 特别来秀任之后来拜会地方 以及跟我们原来水利会的各个工作站的小组长 开一个座谈会 了解未来我们农田水利灌溉需要的一些 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的方向 寿风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的地方产业发展 而水源灌溉沟渠相对重要 花莲管理处处长张奇伟表示 近期将会与各区的小组长进行沟通协调 并了解未来在灌溉沟渠建设上的方向 希望以提供更好的水资源服务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